欢迎收看每日资点新闻 美国政府表示 被美方击落的中国气球 具备探测和搜集情报讯号的能力 是中国泰大型空中侦察计划的一部分 由此气球製造箱是解放军认可的供应商 认为气球事件和解放军有直接关联 将探讨对相关实体采取行动 但官员未有透露製造箱的名称 另外,美国国会众议院就通过议案 指中国气球上星期侵入美国领空 认为中方试图对情报搜集活动作出虚假声称 以欺骗国际社会对此予以谴责 而美国副国务卿社曼 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听证会上表示 气球事件是中国企图重掃国际秩序的另一个征兆 又说美国将继续阻止中国利用美国技术 实现自己的军事现代化 中国外交部多次重申气球是民用性质 因为意外误入美国领空 批评美方利用事件对中国进行讯息如轮战 美国总统拜登表示 不认为中国气球飞沿美国领空事件 是重大的安全流动 并不后悔未有更早击落气球 他接受传媒访问时提到 官方担心如果在陆地上空击落气球 碎片和部件可能会跌入人口囚物的地区 官方作出明智的决定 在气球飘到海面上空时才击落 传媒报道 德州和佛罗里达州等多个州份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 考虑禁止中国公民在美国购买土地 住屋或任何房地产 认为有助保障美国免受中国政府等对手干预 其中佛州州长提出的法案 寻求防止中国俄罗斯伊朗北韩等七个国家的政府和代理人 购买农业用地和军事基地周边土地 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强调 中美经贸合作的本质是互利共赢 中国企业多年来对美国的投资 为促进美国国内就业和经济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毛宁指出 泛化国家安全概念 将经贸投资问题政治化的言行 违背了市场经济原则和国际贸易的规则 有选外界对美国市场环境的信心 美国著名记者克什表示位于波罗的海的北溪天然气管爆炸事件 是美国总统拜登下令实施的秘密行动 克什表示北约去年6月在波罗的海进行军事演习期间 美国海军潜水员在北溪管道上安放了远程的遥控炸弹 同年9月26日 罗威军机头下升纳浮标引爆炸弹 破坏北溪1号和北溪2号两条管线的其中三条 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说 確实的文章未有在西方国家广泛传播 令俄方感到惊讶 如果不对破坏北溪的行为进行调查 类似事件可能仍会重演 俄罗斯外交部也说 俄方不会令北溪管道爆炸事件无疾而终 可能会采取法律或政治措施应对 并会竭尽全力 令真相浮出水面 土耳其及序里亚日前发生连环强烈地震 超过2万人死亡 美国对俄里亚实行三笔政策 不解除制裁 不与合法当局接触 不和他们协调 该政策对俄里亚的救援工作有什么影响呢? 一起和巴士迪布的评论员Anthony聊聊 Anthony你好 地废墓 西涌的医院 无家可归的民众突然来袭的强震 令到序里亚这一片早已饱受战争游论的土地 再遭劫难 再没有及时的国际救援 灾难将会更为严重 然而在危难的时刻 美国仍依然高举制裁的大棒 在双重的苦难之下 谁的偽善面目表露无遂 谁又真正帮助敘利亚渡过危难呢? 美国和欧盟的制裁 被国际救援造成了阻碍 导致是现在有选择性失明 货运飞机因为美欧的制裁 未能够在敘利亚境内的机场降落 即便是那些想要提供人导 在美国和欧盟的国家 也无法使用货机 实际上强阵内袭的时候 敘利亚正处于美西方的严峻制裁之下 这个其中包括在2019年12月 任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的所谓海撒法案 这项法案是以保护平民为借口 扩大对敘利亚经济和政治制裁的范围 几乎覆盖了关乎敘利亚国民生计的所有行业 通过阻止食品、能源、基本医疗用品和设备 这些必需品进口入敘利亚 到敘利亚平民造成了难以形容的痛苦 然而在强阵导致成千上万人死伤的大灾难面前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 仍然是表示美国是不会取消 海撒法案对敘利亚的制裁 美国只会通过当地的人道主义伙伴 提供援助 就拒绝和阿萨德政府接触 在当前的形势之下 于任何真心希望提供援助的西方政府来说 暂停制裁显然是最有效的行动 而不是故作姿态在那里做梳 和假慈悲 多年来美国实施制裁 造成了敘利亚经济的凋零 人民生活困苦不堪 美国试图误导世界舆论 就声称说对敘利亚的制裁 是不妨碍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行为 敘利亚外交部在7号发表了声明去批评 说到美国官员可以说大话 但是敘利亚灾区的照片就不会说大话 外媒报道 主要中东的国家是明确拒绝跟随美国 埃及 阿尔及利亚 特利斯、伊拉克、巴林、沙特、阿曼、卡塔尔 和阿拉伯联合油长国等等 纷纷在地震之后 对敘利亚提供援助 或者表示愿意援助 根据CNN的报道说到 注册在敘利亚的俄罗斯军队 已经派出了300人帮助救援 已经成为敘利亚援助的主力 以色列也批准了向敘利亚提供援助 在9号的上午 中国红十字会 向敘利亚灾区提供第一批 5000人份的医疗物资 就由北京市红十字会医疗专用机乘运 救援人员是同机赴往敘利亚救援 在强阵发生之后 中国红十字会向土耳其和敘利亚两国 国提供20万美元的紧急人道主义援助 只有实际的行动 才能够体现担当建议 美国的所作所为却是大相敬庭 对敘利亚的冷漠无情 不仅让世人明白 比天灾更可怕的是人为制造的灾难 谢谢Antony 行政长官李家超在迪拜会见传媒 总结中东之行 他表示此行收获良好 形容是友谊之旅 推广香港优势之旅 和开拓商机之旅 他指出沙特阿拉伯和阿联游的发展 远景 包括实现经济多元化 和推行智慧城市计划等 和国家一带一路的窗耳相得益彰 正是香港优越优势和贡献所在 形容机遇无限 李家超表示 在政府和政府之间 香港和沙特阿拉伯政府 同意启动促进和保护投资协定的正式谈判 香港和阿联游政府 也已经同意展开讨论有关签署 发展绿色和可持续金融合作备忘录的讨论工作 至于商界和专业人士 他指香港和沙特阿拉伯的企业和机构 交换了六份合作备忘录或者意向书 涵盖金融、科创、创科、商务、交通和能源等 香港和阿联游的企业和机构 则交换七份合作备忘录或者意向书 加强两地在建筑、创科和商贸等多个领域的合作 李家超又提到 访问团向当地人士介绍香港多方面的优势 强调香港重返国际舞台中心 和全世界全面开放和内地全面通关 他提及本港的金融、商业和专业服务 认为对方对香港不同行业的专业和经验有很高的评价 非常重视香港背靠内地联通国际的优势 并积极考虑在香港扩展、扩阔投资和商贸合作 参与绿色经济的合作 长官李家超说 香港特区非常欢迎沙特各营石油公司沙特阿美来港投资 或者加商合作的港道和深道 会积极保持联系 李家超在迪拜总结中东行程 被问到沙特阿美有否承诺来港投资的时候说 双方交流气氛正面会不断工作 李家超强调出访中东是要介绍香港的优势 今次访问多元和广泛接触所有可以接触的人士和企业 除了阿美也包括三个主权基金 他说彼此商讨坦诚和积极 他们对香港感兴趣也想多了解一些问题 他邀请对方派代表来港了解保持联系 对未来发展会有正面帮助 他又说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 交易所很受欢迎 过去也不断就经济和金融市场发展强化规例 按市场需要作推广 欢迎任何人士来港发展 利用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优势来港投资 另外李家超提到东盟是香港的重要邻居 贸易庞大希望增进彼此关系和合作基础 相信对香港争取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的过程 会更加获得支持 李家超在迪拜总结中东访问行程的时候被问到 他在中东多日都不用戴口罩 香港何时可以取消口罩令 他指出 每个地方针对疫情的阶段都不同 香港现时有口罩令是因为本港仍然处于冬季流感高峰期 香港对世界开放和内地通关都会增加人流 香港会在确保风险可控的情况下 稳步推进全面伏偿 李家超强调 目标是要取消口罩令 他会听取专家和医务卫生局的意见 不同专家有不同考虑和时间表 但原则是清晰的 就是当香港肯定过度流感高峰 惯常给予香港的风险之后 就会积极考虑取消口罩令 今天的每日焦点新闻说到这里